另外秀林湘也封闭路口的据点 而秀林湘公所也成立了阴影小组 分工来进行防疫 共同来守护美丽清净的家园 新闻下长王梅贵 在110年度5月19号 与各区代表各村村长 及各派出所所长 以及三井巡守队员 制裁秀林湘休止景点 因新冠肺炎三井疫情警戒的封闭路口据点 秀林湘的王梅贵表示 这一次新冠肺炎三井警戒 雄湘公所全责单位五步站站前进的 因应疫情建制各项防疫措施 成立了防疫紧急应急小组 由乡长王梅贵担任指挥官 副指挥官由裁冯联担任 执行官则是由行政科科长潘梅贵担任执行 裁判人包括了研考林婉林 方骏同应急小组分配为 公共区域管理组 部落宣传组 人员管理组 消毒清洁组 疫情追踪关怀组 物资准备组 内部防疫组和媒体宣传组 同时也同步执行各项防疫宣导 各个公共产业的消毒 封闭五个游戏景点 以及公共活动产业活动 向内台泰尼亚尼企业因因疫情冲击提供了赤绿酸钠水提供给修林乡亲居住环境消毒使用 区域乡公署附组 陆组与各村办公处设置取用点以便乡亲究竟取用 再次呼吁乡亲防疫是全面的责任 防疫工作从自己做起 大家如果能遵守防疫的规定才能够真正守护每一家园 区域乡公所在防疫期间封闭修林乡游戏景点 包括翡翠谷、清水溪、萧博党溪、三战溪以及虫的海岸 并加强人类各个景点出入口作为劝导以及巡查的工作 结合辖区派出所加强巡逻各管制据点的人流状况 而这次防疫措施配合花园县政府并且整合新城分局 警安分局、三井巡逐队、三米代表以及各村村林长 共同建设休闻箱整备的防疫组织机制 期望乡亲能够专守各项防疫措施的规定 落实居家环境的清洁的工作 并且请继防疫七个守折 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不参加聚会 多运动强生、多喝水、避外食、回家多洗澡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希望巡逐队公所也关心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